希望吧 只怕他主意太大 让派去密寻蓝战的人扩大范围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忘记那 也要继续派人盯着 最近的视巧合太多 为父总有些不安 蓝宗主绝不相信蓝氏清新培养的少宗主会这样轻易美了 在这一代世家子弟中 蓝战若称第一 无人敢称第二 这等修为 除非是老一辈的大能亲自出手 可这段时间无论怎么查 各大世家皆无异动 究竟是谁干的呢 蓝溪尘正言 义父放心 溪尘定会留心忘机 黄道国 黄公 默然打发走了太皇太后的人 喝了口茶 才问宫女 小谢子呢 宫女 这时辰 小谢公子估计在园子里释花弄草 默然立即去了园子那 看到那一道道乌尼粘在脸上的谢允 怎么看怎么蠢 想到以前健壮皮式的蓝允如今变得越发瘦削 每日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一拍扇子 决定派人去暗寻解药 传苏寻先来见我 是 谢允听到她的声音 立即抱着一盆花走过来 公子快看 她开花了 默然皱眉 不是说过 在宫里的叫太后吗 谢允装作没听到 只把花又递了递 默然有些不耐的提声 你没听到吗 谢允笑容慢慢脸住 可我不想叫你太后 可不可以不叫 默然怒急返笑 那你想叫什么 你还能叫什么 阿然 谢允盯着她喃喃道 我想叫你 阿然 默然看清了她眼里的某种情愫 随即掩住自己心中的悸动 想起刚刚太皇太后派人过来打探 冷声道 你若非要如此忤逆犯上 我这里也留你不得 看她转身又走 谢允急了 拉住她袖子 你莫要生我气 我改便是 太后 默然背对着她 眼眶微红 心中并未有如愿后的欣喜 便叹了口气 滴滴道 罢了 无人时 随你便是 说完逃跑似的急匆匆走了 谢允站在原处抱着花 笑得像个傻子 阿然 云深不知处 竟是 苦修多日的蓝旺姬 一回来便把睡梦中的魏英给折腾醒了 魏英觉得身前的人变化着实有些大 以前的少宗主端方寡言却举止有度 也从未说过什么不雅正的言语 但方才蓝旺姬那些脱口而出的话 却如此自然 好像司空见惯 再有那动作里藏不住的力气和强势 魏英心里觉得怪怪的 旺姬哥哥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魏英轻柔地抚着蓝旺姬的脸 有什么事 你都可以告诉阿线 就像那晚一样 阿线什么都愿答应的 不管是开始的安静过自己日子 不同防部标记还是吃药备孕 她都答应了 蓝旺姬手一用力 沉眼轻笑一声 夫人说 什么都肯答应 嗯 魏英点头 可是你 可不可以变回以前的阿占哥哥 别再这样 魏英看不见蓝旺姬笑得愈发冰冷 你要是做得好了 我就答应你 蓝旺姬心里却很清醒 自有记忆起 自己便在花弄影艰难求存 十二岁前 她的每一天都在修炼和厮杀中度过 只有鲜血和饥饿一直相伴左右 十二岁她第一次接任务 九死一生才活下来 阁主却告诉她 那一天就是她的生辰 多么可笑又可悲 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生辰 生辰里却是亲手收割了一批人命 但也是那时起 她对自己身世 对花弄影有了怀疑 她从不认为 自己天生就该为 阁主卖命 做好那老实本分 忠心不二的狗 她不会认这种烂命 谁也别想抢逼她认 果然 她的命 不该是陷于肮脏泥潭的 但蓝旺姬不得不承认 她进了近二十年的血雨腥风 虽身着白衣 看似清冷镇定 实则疯狂很辣 偏偏 有人与她同父同母 却天生比她命好 抬起卫英的脸 蓝旺姬凑过去亲了亲 夫人 真有本事 卫英 那 阿湛哥哥 可是 夫君并不满意 蓝旺姬冷淡道 只要想到卫英是蓝战的昆泽 极度不甘辩 啃视着自己的心 如影随形 卫英眼泪终于滑落下来 委屈得不行 你 半月后 百凤山群英围猎大会 卫英也跟着过来了 蓝旺姬上次把她惹哭 为了哄人高兴 便去找了蓝宗主 蓝宗主一开始不同意 听了蓝旺姬的理由 觉得合情合理 才勉强答应 既如此 你多派几个人跟着 出了门便是蓝室上夫人 别丢了蓝室脸面 旺姬知晓 除了出嫁时 这还是卫英第一次正式出来参宴 她视力不变 在娘家也是甚少离开院子的 嫁进云深蓝室 山多水多 又不熟路 几乎没出过境市 一路上 她都笑眯眯的 几乎没有坏心情 蓝旺姬看到她这样 忍不住逗她 夫人这么高兴 矿色竟状